下面是兩名學生討論綠化課室的對話 你贊同學學生的說訓呢? 教同學就說 課室裏面真軒植物可以掩住課室環境 上課的時候我特別神稱氣爽的 教同學就說 可事與我小吃時嬌水打理就不願意了 我寧願去下棋、吃東西和聊天 除此之外,我怕植物會惹來好的昆蟲 我贊成牙甲 因為這些植物放在課室裏面會漂亮些 空氣都會清新些 我建議同學可以輪流打理植物 這樣就可以培訓到同學的責任感 還有只要我們定時清一些積水 就不會怕有蚊蟲之身 所以我贊成在課室裏面放植物 我比較贊成阿甲的意見 因為學校很近沙中線的地盤 有些風就會吹了一些塵埃過來 火收快一點植物可以吸收那些塵土和二氧化碳 那你同學上台都會好些 而且打理植物的時間都不會很長 你小色剩下的時間都可以繼續吃東西聊天 還有那些好的昆蟲都比你小膽 它應該比你還怕的 所以我比較贊成陸化負室 我贊成月記的意見 因為小色是給同學休息的 如果我們的小色時間都被淋水或者打理來 剝奪了的話 那我們豈不是真的沒有了自由嗎 另外有些昆蟲會在課室裏面徘徊 即是騷擾著我們的上課 令我們的成績下降 所以我不贊成在課室種植物 下面是兩名學生討論學學 應否在午餐時間播放新聞的對話 你贊同哪個學生的說法呢 教堂學就說 午餐時間十分緊迫 有時向老師要派發通告 有時向校方有中央宣布 根本就不適合播放新聞片段 與同學就說 就是讓學生接多一下時事 即使時間不多 都可以擴復視野和知識呢 而且時間降低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各位同學是達成夾同學的立場 我是反對在五線時間幫幫時事新聞的 我們平時大多數都會遲落堂 還要聽完時事新聞 很可能會霸佔我們的小息時間 我們小息時間少了 休息時間都自然會少了 這樣會直接影響我們下一堂的表現 和情緒 所以我認為在五線時間 播放時事新聞是不適合的 我也是贊成夾同學的觀點 因為本身五線時間已經很忙了 又要派參戰 派通告 吃飯 再加上看時事新聞 那就忙不上加忙 事文一邊派參戰 一邊吃飯 再加上一邊看時事新聞 大家又會吸收到些甚麼呢 所以我認為這個時段 看時事新聞 效果不是很好的 我就是跟學生的體驗 因為 平時幾乎沒有看到新聞 此外的學生即使有看到新聞 都沒有試過他們的因果 所以五間播放新聞是尤其重要的 最後五間新聞可以在小色上播放 我還可以派一些時事公佈 給他們做間行 他們對時事的認識 我贊同學生的看法 因為看多些新聞 可以看學士的 讓我們知道世界上發生的事情 不做井大之蛙 此外播放新聞 可以和其他活動同時進行 最後 最後 老師可以選擇 比較簡單的新聞 來播放 讓同學程序 自重地了解分析事實